全屋定制中的这种延伸出来的床头柜怎么算才合理呢? 有人按一个投影算,有人按半个投影算,还有人按个手算 到底怎么算才好呢?至少让大家都觉得合理嘛 我们先按投影面积来算一下 假定这个床头柜宽50,高50 那么它的投影面积就是0.5乘0.5等于0.25 再假定它的单价是600 那么这个床头柜的价格就是0.25乘以600 等于150 150买这样一个床头柜显然是太划算了,对吧 但是没有哪个商家愿意这么做 毕竟两副划轨加上安装费就890了 显然这样计算是不合理的 下面我告诉你一个合理的算法 仍然要用到展开面积 我们拿这个床头柜的展开面积 跟一平方衣柜的展开面积来做对比 立马得出答案 肉眼可见,这个衣柜宽1米 高1米,升60 它的展开面积是3.34 床头柜宽50,高48,升40 它的展开面积是1.68 1.68正好是3.34的一半,对吧 那么结论就是按半个投影来算 对于顾客来说真的是太划算了 毕竟还多送了两副划轨 同意的点赞